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多谢大家的支持 在进入第一个讲题就是谈骗局之前 呼吁独友们点赞我的直播 鼓励一下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看到 最重要最重要 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没有subscribe的独友赶快subscribe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场我们精彩的直播 现在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讲题 就是各种骗局面面观 谈骗局及应对方式 为什么我突然讲骗局 其实我之前在几年前 我的专栏连续写过五篇文章 就是各种骗局面面观它的标题 然后有12345总共写了五篇 把各种我接触到的骗局 然后分析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分享一下你应该怎样应对 但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写过了 但是我在直播从来没有讲过这种骗局 但这两个礼拜很多独友都深受这个骗局的所害 所以独友也呼吁 洪律师你现在有你的直播 至少都会有几万人看 四五万人在看 多可能到十万人 所以希望我可以讲一下 呼吁出去 不要让我的独友会再有受害者 跟他们一样受骗 所以我把几个最近最热门的骗局 一一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在Facebook卖东西的 Facebook卖东西 我当然不是说所有在Facebook卖东西的都是骗子 但是在Facebook卖东西 骗子出现的几率 远远比Lazada 远远比Shopee这些专门做网购的网店 的网站来得多 今天就有一位独友发给我说 他明明是买Cablet的 我忘记是买Tablet还是买电话的 200多块的Tablet还是电话 然后寄来 他就寄了一个小孩子的玩具给他 因为这些他为了取信于你 他很多都是COD的 就是你不用给钱 你获到了 我才你签收 你才直接给现钱给那个Career Service 他们有这种COD Cash on Delivery的服务 所以这位独友 他就是他上网买了这个 他自己也承认了 他是贪便宜 看到便宜他就买 然后是COD又增加了他的信息 所以他下定了 但东西送来的时候 他要打开 他说我先检查 是不是要我买的东西 我才付钱 但那个Career Service的 不给他检查 说不能检查 这个是我们的Policy来的 也不是我卖的 你不要为难我 不是我卖的 我只是负责送东西 所以你打开了 你不要 我也不能退 所以不能打开 你要就签收 如果你签收不对了 你才自己去投诉 你跟谁买去跟谁投诉 所以他就签收了 签收了之后 给了钱 打开 原来是一个小孩子的玩具 根本就不是Tablet 也不是电话 所以就被骗了 然后他去Facebook投诉 但是Facebook问题就在这里 他不是一个专业的网购平台 他是一个社交媒体 当然Facebook的野心很大 他做社交媒体 他也越做越大 什么都要做 像Zoom Meeting 像这些Messenger Apps 他也要跨行去做 所以可以赚钱的 他就做 而且他在Facebook的盈利 其实最主要是来自打广告 所以既然是打广告 我就让你们来买 卖东西 你可以卖东西 顺便我能赚钱 然后又可以赚你广告的钱 一曲两得 但是因为他不是专业 做网卖的公司 所以你在Facebook买东西 被骗了 很多时候是投诉无门的 不像Lazada这些专业的网购平台 他们有一个guarantee的情况的 就是几天之内 你可以全额退款 你买了不满意 你只要寄回去给他 你按disput 说有争议 东西坏了 或者是不是我要买的 或者是我被骗了 你可以直接寄回去给他 然后他就会退钱给你 像Shopee 他也有一个guarantee的program 就是你满意你收到了 他们才会出钱给商家 不然那个钱他们是hold住的 但是Facebook没有 因为Facebook缺少监管 它缺少监管 像这些专业的网购平台 他们有很大的监管 所以Facebook其实很多人开直播来卖东西 除了直播来卖东西 很多人是用sponsor 来叫你买 打广告来叫你买 所以他没有监管 其实他是不会去审查 这些卖的人的背景 也不会去审查他的产品 也不会去查他是不是盗版 也不会去查他是不是骗人 所以在Facebook买东西 大家真的要格外的小心 不要被骗 虽然200多块不是一个大数目 但是被骗了总是不好 总是不好 你也为大了他们的为公利 今天被骗200多块 可能有人就被骗了2000多块 所以记得记得 网购还是去专业的网购平台比较好 不要谈小便利 而且老实讲 我经常在Facebook看到很多广告 尤其是因为我买很多书 我看很多书 经常在Facebook看到各种书的广告 然后他说折扣90% 原价一本可能要 一套本来要200多块 他现在只卖99块 但是其实你去其他的网购平台查 同样的东西只要卖40-50块 所以Facebook的东西也是比较贵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要轻易的给这些骗局给骗人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Facebook网购骗局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借贷骗局 刚刚这两个礼拜就有两位独友跟我说 他们中了这个借贷骗局 还好的是其中一个独友没有被骗 另外一个独友被骗了 是什么情况 借贷骗局 因为大家现在都很辛苦 大家都缺钱用 所以网络 你在Facebook 你可以看到很多信贷公司在打广告 他跟你说你配名单 没问题 你没有薪水 没问题 你欠很多钱 没问题 我们都可以帮你借到钱 只要你给我 你联系我们 你给我们资料 我们去帮你搞顶一切 所以很多缺钱用的 他就去借钱 这位被骗的独友 他就是只借2000块钱 2000块钱 他联络这个公司 然后联络这个公司 要借2000块钱 过了几天 就有人打电话给他 跟他拿资料什么 就是很正常的借钱程序 然后之后 他们的公司就出一封信给你说 2000块已经借到了 你已经借到了 我们会打进你的户口 拿信已经好了 就发那个WhatsApp 那个信给他看 所以他很高兴 他说 我有2000块可以应急了 他当然很高兴 可是这个借贷公司 他就跟你说 因为你的record不好 所以我们要跟你收50块 或者是80块钱 或者是一两百块钱 这个数目不得 因为是骗局 都是骗人的 所以他们讲的数目 都没有一个正式的数目的 都是变来变去的 反正要你交一笔钱 也不会很多 因为很多 你就不要借了 交一笔钱 来把你的黑名单 我们要做额外的工作 所以你要付还我们这笔钱 所以就这样子中骗 来找我的独友被骗的 就是已经给了这个80多块 如果我们有记错80多块 给了80多块之后 他以为他可以拿到2000块 结果这个骗子 这个信贷公司又跟他说 我们发现你不只是有黑名单 你还有欠text RHTN 你还欠一个200多块的text 所以你要再转200多块给我们 我们再去帮你还这个text 这个就是骗子的手段 他们的胃口很大 永远都胃不保的 所以当你给一次钱 他们就知道这个笨蛋已经上钩了 已经被骗了 我们可以找吃了 所以你给一次钱 他们就会一直咬着你 一直叫你给钱 所以第二次 他就用RHTN说你欠税的借口 这位独友还好他聪明 他亏了80多块之后 他就来问我说 洪律师你可以帮我看一下这封信吗 是不是骗子 我是不是借到钱了 因为我借到钱了 他给我信了 可是钱打不进来 他现在说我欠税 所以不能出钱 我一听到他这样子说 我根本没有看那封信 我说你被骗了 赶快去报警 不要再给他钱了 然后这位独友 他还不相信 他说真的吗 洪律师你帮我看一下这封信 我觉得不是骗人很真 他讲那封信真的是真的 我就讲好 那我帮你看一下 我就打开这封信 然后我打开这封信 这封信根本就是一个错漏百出的信 没有签名 然后没有你的 没有公司注册号码 所以很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些东西 他们看到正式的信件来 有letterhead就以为是真的 其实你可以随便上网找一下 有没有这间公司 它的地址对不对 甚至你可以打电话去询问一下 但是他的信一打开来是错漏百出 所以我跟他讲 你肯定是被骗了 你不相信我 你给钱给他 就是肉包子打钩 有去无回 后来他有没有听我说的 后来他跟我讲谢谢 他有没有听我说的 我不知道了 我希望他不会再被骗了 所以这种网络信贷骗局 是现在很流行的 因为他知道很多人要借钱 很多人不够钱用 所以他就打着你们 这些人的弱点 去这样子骗钱 永远记得 跟你拿钱的 你都不要理他 尤其是网络没有见过的 突然跟你说 你中奖 这个是中奖骗局 或者是借钱 借贷骗局 你外面有借钱 或者是你 你之前有办法 我是警察 叫你给钱 这些全部都是骗人的 所以我也顺着讲下一个骗局 就是工作骗局 工作骗局跟这个借贷骗局 是差不多一样的 他你大家 我相信大家在很多吹水站 在很多Facebook的这些社团 都有遇到有人打广告说 居家工作 你帮我包装东西 或者是你帮我折东西 折多少个 我们就给你多少钱 一天可以赚一两百块 一个月就有四五千块 五六千块 所以是很可观的一个收入 所以现在大家都没有钱 都不能做工 每天待在家 所以这个工作 他就是打你这个弱点 你可以在家做工 不用出门 又不用怕病毒 然后会有人来跟你收 这样子 所以他叫你来做工 叫你在家帮他包东西来做工 同样的 其实跟借贷的骗局一样 他会叫你申请 申请过了 他会说你已经可以做工了 但是我们东西要寄给你 我们的东西值钱 所以我要跟你收一个 几百块钱的抵押金 你抵押金给我了 我才可以把我的货给你 然后你做就做 做好了 我才给你钱 你不要做了 我抵押金再退回给你 所以你看他是说的 多么合情合理 我的东西放在你那边 等一下你跑掉了 等一下你吃掉了 你自己拿去卖呢 所以我要你放一笔钱 在我这里自己抵押金 所以很多人就上钩被骗 就给了抵押金 然后莎莎在家 等他们把东西寄来做工 幻想每天可以赚一两百块 结果都是被骗 结果都是被骗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永远谨记这一条 数位谋面的人 网络上跟你拿钱 都不要给 即便是红律师 如果有人冒充我说 你是我的铁粉 我现在在外面 遇到车祸不够钱 你可以借我一千块 我之后还你一千五块 都不要相信 都不要相信 数位谋面 网络上跟你拿钱的 都是骗子 所以刚才我说了 工作骗局 借贷骗局 这些 其实他们的模式 都是一样的 他先把一个很诱人的东西 放在你这里 放给你看 吸引你上钩了之后 然后他就找理由来跟你拿钱 除了工作骗局 除了信贷骗局 有很多包裹骗局也是这样子 包裹骗局跟交友骗局 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两个骗局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他 Facebook有很多空姐 空少 飞机师 退休军人 他们在网络上会找猎物 其实很多都是非洲黑人 假扮人 他就来找你聊天 聊天久了 得到你的信任了 他就会跟你说 我有一笔遗产 我继承一笔遗产 或者是我给老公 死报 我要搬来马来西亚 就是跟你谈恋爱 就是爱上你了 或者是 各种各样 不依而足 可以是我有礼物 我有几万美金的钱要给你 我现在寄给你 或者是我现在来找你 我带着许多礼物 反正是博取你信任的 他就会找一个理由出来说 我要过来了 或者是我要拿货物给你 我要拿东西给你 然后问题就来了 如果他跟你说 他的人是过来的 或者是他寄包裹过来 或者是 他有一笔钱要转给你 他就会跟你说 哎呀 我钱已经转给你了 然后他还给你看 banking slip 给你看transfer slip 从英国 从美国 转了几万块 几十万的美金给你 然后他 又会拿另一个文件出来 哎呀 这笔钱被卡着了 因为外国的钱进马来西亚 要给税 要给几%的税 所以 一万块 你要给5%的税 就是多少钱 所以 他就跟你说 你去快点去解决 这个税收的问题 你给了税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 如果他跟你说 他就会说他在机场给海关扣押了 因为他带太多的钱进来 只可以带2万美金 你不可以带太多的钱 2万马币进来马来西亚 所以他被扣押了 然后就会有一个 假扮关税局的人打电话给你 说你要进钱进这个户口 那我们就可以release他 或者是release自己钱 release自己货物 所以很多人被骗 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其实你看本质都是一样 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先获取你的信任 获取你的信任之后 就说有好康要给你 然后这个好康都会有一些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要你出钱来解决的 所以不要坠入这样子的骗局 然后最后我再讲一下 讲的也很长 有20分钟了 最后再讲一下 以后有机会 我再深入讲其他的骗局了 最后一个骗局是裸聊骗局 这个骗局是针对很多男生的 很多美女会在Facebook来加你 加你之后 他就会叫你聊天 聊天之后聊聊聊 他就会脱衣 脱衣 他脱了衣 很多人肯定会想 看你脱衣 我又没有亏损 我是男的 反正有美女自动送上门 而且很多人 我在这里也说一个人性的弱点 尤其是男人的弱点 每一个男人都是觉得自己很帅 就算你长到像八两斤这样子 你也觉得自己很帅 所以当有美女送上门 你不会想 哎呦 这样美的美女 比刘亦菲 比 上上优雅 还要美 还要 身材好的女生 为什么会 爱上我 为什么会突然来跟我裸聊 他要找男人 他会这么麻烦吗 会这么辛苦吗 要上网来找 很多人不会想 他们会认为 因为我帅 因为我在Facebook很幽默 我写的东西得到他的共鸣 所以他来找我 真的很多 很多人会中骗 就是来自于这种莫名的自信 所以 因为这个自信 让他们的警戒心降低 他觉得 这个美女爱上我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警戒心降低 他就来了 他就跟你裸聊 他拖 他开头先拖给你看 看到你爽了 他就跟你说 不公平 你只看我拖 你自己没有拖 所以他也叫你拖 你一拖 你就中了 因为他 把这个影片录下来 然后他会勒索你 他说 如果你不给钱 我会把这个影片 你拖的 你打飞机的 散播给你所有的朋友 然后给你丢你 然后很多人就会被骗 就去还钱 就去还钱给他 你一还钱给他 他就一直会威胁你 因为他知道你怕 所以会一直跟你拿钱 直到把你掏干为止 当然 有些人 他抱着的心态是什么 就是我 只是看我自己不拖 也有 反正我免费看摄情片 其实这些裸聊 不是他们真正在拖 他们是拿一个网络影片 用软件来给你感觉 你是在跟裸聊的人在谈 其实不是 他们只是放影片给你看 跟你去看日本的AV 看美国的AV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有些人他们看他们可能会想 我不拖我就不会中片局了 反正我就看爽一下跟你聊天 但这样子也可能会中 他会把你的头像截取出来 你的影片截取出来 然后 换头像 这些技术 然后来勒索你 但不管你有没有开 还是你有没有接受 你受骗了 你要怎么解决 这个也是有好几位独有问我的 这个我聊的 其实很简单 你一发现你被骗了 当然最好是不要理这些美女 然后你要看三级片 随便上网找就有了 PORN HUB 这个随便打下去就有 当然现在马来西亚 Block掉了 你只要有VPN就可以了 但是你真的不小心 社迷了心之后 你跟他裸聊了 然后给他勒索了 你应该怎么应对这样子的方法 不管你有没有脱一 他都会跟你说 我掌握你这个裸体的影片了 我已经修改了 怎样怎样 你要做的方式就是 马上拉黑他 不要怕他 马上拉黑 不要理他 他跟你说什么 他在用其他的account来找你 全部Block掉他 你要知道 你一给一次钱是没有用的 他一直会跟你拿钱 然后你去报警也是没有用的 很多是在菲律宾 很多是在非洲的 马来西亚警察也抓不到人 然后如果他真的去散播 你也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你要明白 他为什么要去散播你 他都不认识你 他又不恨你 像有很多我的hater 如果他们拿到我的裸照 他们可能要去散播 要抹黑我 要弄臭我的名声 但是这些骗子 他都不认识你 他无端端为什么要弄臭你的名声 唯一的理由是因为他要跟你拿钱 所以你坚决不给钱 你拉黑他 不给他联系你 他就知道 我骗不到你的钱 我骗不到你的钱 所以我倒不如花时间去找另一个猎物 为什么要去一个一个发给你的朋友圈 我没有好处的 我发了也没有钱 所以你不可以怕 你不可以怕 你直接跟他说发吧 然后就block掉他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遇到这种威胁的骗局 不管你什么把柄在他手上 裸照也好 裸影片也好 裸聊也好 你一定不可以害怕 坚定自己的立场 不要理他 他通常都不会再来追究了 就算他来追究 你也不要理他 去报警就对了 保护好自己 所以今天把五六种骗局的应对方式 分享给大家 遇到这些骗局 现在真的很多 因为很多人没钱 他们也出来骗 然后很多人因为没钱 就警戒心会下跌 所以被人骗的几率也大增 所以希望不要有独有在被骗了 保护好自己 任何我再说一次 荆轲益率就是 任何在网络上 数位谋面跟你拿钱的人 即便他是跟你很熟 因为可以被冒充的 你也不要随便给他钱 叫他video call来 比如洪律师突然跟坦克 跟小明 跟肯大拿钱 肯大一定会借我 他也这么多钱 但是你要确定是我 你要确保是我 这点是最重要的 所以希望不要有人在被骗 因为这两个礼拜 真的大概有接近10中 我没有去算 应该至少有七八宗被骗的人 来找我求助 然后来找我询问 所以在这里也把这个课题 分享给大家 好 我们第一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先看 先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